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进而影响到下肢的酸痛 所以除了下肢的酸痛 然后脚容易没有力气 这样跟下肢的科研血域循环也有关 对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一个 西部活化的动作 让我们的膝部可以不太硬 可以更软的 而且也能让下肢增加周边的血域循环 好 现在大家就好好当作作为来做 好 现在坐椅子的部分 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些后边 因为待会我们要带我们的脚 所以让我们的脚 不会去夾到椅子的脚 好 现在先把手 可以换到我们的左腿 左脚的脚腿后边 对 将它抚位 现在抚位的重点就是 让我们的脚腿轻松 然后来 现在做一个左右 去做一个脚左右摆动 然后放轻松去转动到我们的膝关节 现在有夾到我们的膝关节在转动的时候 是轻松的吗 一开始做一个夾夾 但是手的部分就是 要让我们的手把这个膝的重量抢 这样你的膝处不会觉得很重的 如果不觉得很重的 你在哪个膝处 放心在这里做一个膝盖左右 去活化一下 好 现在左右完 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往前的 往前抬出去 再来 对 然后抬出去的动作 同样我们要顺顺地做 我们今天要来做 西部活化的动作 都不可以做 所以你不能太厉害 就是要顺顺地抬出去 所以这个手很重要就是 要让我们的脚 减轻这个脚的重量 让你放心去做这件事 对 就是这样 很好 可以算吗 不 不 然后在做的时候 才会开始是这样 头身 鞍鞍 买后就不鞍鞍 买后就变得好 好 很好 现在我们往前 对 往前多的 然后腹的 这个腹的手 可以把它扣着 这样可以再穩 然后做左右 对 对 正常的呼吸 然后去感受一下 我们的肩膀 有没有 让它当 让它增加这个润滑 对 让它这样 没脚脚的感觉 很好 好 师兄 OK吗 马上有效 都没脚 对啊 你表现你 真厉害有做对 没有 老师厉害 没有 敢问 所以记得喔 就是要舒适的做 然后慢慢做 好 OK喔 好 好 大家都愚蠢了吗 大家很健康 感恩大家咯 好 来继续 来 前後 增加我们的润滑